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企业在竞争家居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提供信用条款来获取订单。 然而支付延迟问题依然存在。 根据COFACE的报告,2023年,中国有79%的企业提供了支付条款,较2022年的50%有险值增加。 但小企业仍然受到支付延迟的困扰,平均延迟时间从去年的83天缩短到64天。 这究竟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纪念1989年天安门事件35周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系列活动和声明中呼吁中国释放政治犯并解决人权问题。 他强调要为那些被压制的声音,包括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民,追求正义和责任。 两党议员也举办了公开纪念活动,呼吁结束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天安门大屠杀和西藏文化灭绝的沉默。 最后,我们来看看英国大选的首场辩论。 英国首相苏纳克和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莫在辩论中针锋相对。 苏纳克承诺改善生活水准,降低通胀并避免过度征税。 而斯塔莫则指责保守党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认为应该让超级富豪缴纳更多税款。 这场辩论无以为即将到来的大选增添了不少看点,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企业去年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积极提供信用以获得订单,但付款延迟问题仍困扰着小企业。 Coface全球贸易信用保险集团的报告显示,79%的中国公司在2023年提供了付款条件,高于2022年的50%。 创下自2016年Coface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整体经济复苏难以持续,企业仍呼吁更多努力来缓解现金流压力。 尽管调查发现付款延迟有所缩短,但中国的平均付款延迟仍为64天高于新加坡、台湾和日本等地。 广东仿制设备整合商姚克表示,行业上下游都面临产能过剩,导致收入增加但现金流风险高。 行业专家彭彪指出,中国仿制制造商在付款条件上更加谨慎。 国内客户的付款期控制在60至90天,外国客户则为30至45天。 工业和信息画部正在征求对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修订的意见, 要求大企业及时支付款项,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逾期支付信息。 华盛顿邮报报道,华盛顿在天安门事件35周年纪念日通过一系列活动和声明, 敦促北京释放政治犯,并对其人权问题负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国政府接受联合国对其人权记录的建议, 并无条件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 两党议员在国会山前举办纪念活动, 呼吁结束对维吾尔族、天安门事件和西藏文化灭,绝的沉默。 前中议院议长麦卡锡提到香港的政治局势变化, 指出香港曾经的纪念自由已经消失。 美国国务院对负责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官员实施了签证限制。 纪念活动中,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和郑虚光 1978年民主强运动领袖魏京生, 以及被囚中国异议人士丁家席的妻子罗盛春也发表了讲话。 华盛顿的反战组织Code Pink在活动旁边举起标语, 表示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华盛顿邮报报道,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与反对党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在首次大选辩论中交锋, 面对观众关于生活成本、医疗等待时间和教育状况的尖锐问题。 苏纳克表示,他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计划, 而斯塔默指责苏纳克试图与过去14年的保守党统治撇清关系。 两人在辩论中争论不休,只有在被问及是否会提高税收时才安静下来, 但都无法做出承诺。 斯塔默强调公平性,认为超级富豪应该支付更多税款。 随着大选临近,工党希望斯塔默展现出总理风范, 而保守党则希望苏纳克能有一个改变局势的夜晚。 民调显示工党领先,保守党面临艰难局面。 苏纳克竞选的口号是安全, 而斯塔默则专注于经济稳定,缩短国民健康服务的等待时间, 打击反社会行为,创建绿色能源公司和招聘新角石。 南华早报,2014年4月, 马来西亚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以加强双边关系。 两国自马来西亚独立初期以来就享有稳定而坚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间联系, 即使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外交低谷期间也是如此。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 这种伙伴关系因国内外危机、 政治忽视和各自优先事项的不同而停滞不前。 2014年奥巴马访问马来西亚时, 宣布了这一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但随着特朗普上台和随后的政策变化, 双边关系面临挑战。 尽管如此, 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关系仍在继续, 但需要重新审视以适应当今复杂的全球环境。 美联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二下令, 当非法入境人数达到认为过高的门槛时, 暂停在美墨边境的庇护处理。 这项措施立即生效。 因为新政策在非法入境逮捕人数达到2500人时出发, 目前每天约有4000人进入美国。 拜登政府表示, 这一政策旨在控制边境, 但倡导者认为这将使移民面临危险, 并违反国既义务。 墨西哥同意接收非墨西哥籍移民, 但数量有限。 新政策还面临法律挑战, 并且存在是否能有效阻止大规模移民入境的严重问题。 《环球邮报》, 加拿大省记长卡伦·霍根今天发布的报告指出, 联邦部门和皇冠公司在授予全球咨询公司麦肯锡超过2亿家园合同时, 往往无视合同规则, 未能证明物有所值。 可持续发展技术者加拿大DONIS董事, 因利益冲突和不合格资金问题辞职, 该机构将并入国家研究委员会。 此外, 报告还发现三大联邦机构缺乏保护加拿大人免受网络犯罪的工具。 印度总理莫迪宣布选举胜利, 尽管其政党席位减少, 但他承诺继续推进其议程。 新布伦瑞克省的旅行护理合同缺乏监督, 导致风险增加。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最大的桥梁即将完成连接, 标志着北美最繁忙的边境口岸进入新纪元。 外交政策报道, 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中国军事领导人表现出异常的强硬态度, 多位将军在安全峰会上威胁采取军事行动。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演讲中警告, 如果台湾追求独立,将面临毁灭。 这一强硬立场也针对菲律宾, 并指责美国试图建立亚太北约。 中国与台湾和菲律宾的关系最近并不顺利。 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旧职演说引发了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2022年上任以来, 中非关系也有所恶化。 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意外出现, 挑战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外交与物资支持, 指责中国破坏和平谈判。 中国在南海和更广泛地去的强硬姿态, 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寻求多边联盟或美国的保护, 这与北京的期望背道而驰。 纽约时报报道,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声称赢得第三个任期, 但初步结果显示他的政党的胜利幅度远低于预期。 莫迪的印度人民党虽然仍然获得最多的议会席位, 但不足以单独组建政府, 可能需要依赖小党组成联盟。 这一结果,对BJP来说是意外的挫折。 印度国大党及其盟友通过关注失业、 社会正义和莫迪与印度亿万富翁的关系等问题, 增强了对莫迪的竞争力。 这次选举结果使莫迪成为继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之后, 第二位连任三届的印度领导人。 然而,选举结果公布后, 印度股市大幅下跌, 当天交易结束时, 股市下跌6%, 几乎抹去了全年的收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ke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